台灣屏東原生產高爾夫球設備的明洋國際公司工廠 是9月22日發生火警爆炸意外,造成嚴重傷亡 期間一度傳出是高爾夫球金屬物質加水 造成火勢擴大,但是專家分析,此事件主要原因 是粉塵加上閃燃,導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並非外界講的消防員射水引發悲劇《自由時報》 報導,屏東科技產業園區 明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廠房發生大火 截至23日中午統計共造成6死、4失聯,98人送醫 6名死者中有3人是消防員,另一名移為殉職消防員 但身份難以確認,檢方將採集DNA比對 這宗重大傷亡事故發生是22日下午午時許 平原消防局平易分隊抵達現場時 廠商提供物質安全資料表給現場消防人員 確認需用乾粉滅火 小隊長陳文川等消防隊員確認為化學物質洩漏 便開始著裝進入搶救 但是,當消防人員持滅火器進入後 發現現場煙霧離晚,大隊指揮官下令立即撤退 但是撤退途中瞬間發生爆炸,十幾名消防隊員全部波及 一名消防員22日晚間送醫搶救不治,成為大火中第一名罹難者 23日凌晨救難人員陸續找到罹難消防隊員 三名民眾失聯,一名疑似殉職消防隊員身份有待確認 這宗釀成大量傷亡的爆炸事件 一度傳出警銷入內射水罐夠引發更大火勢 但受傷昏迷的消防分隊小隊長陳文川蘇醒後 向平原府聚述現場狀況 證實,未噴水且等不設使用滅火器,就遇到爆炸 屏東地檢署派出三組檢察官進駐屏東市殯儀館,進行商驗 解否確認死因,並採集檢體進行DNA以比對往生者身份 並著手調查事故場所相關資料 事件發生後,外界指控該公司是血汗工廠 勞動部表示,已擇成各勞動檢察機構對該公司的母公司 明安國際集團所有廠場 是一週內完成勞動檢查 如查有違反法令規定者,將予以嚴署 在今天的搜救行動中,現場外出現多部機車 原來是外送人員為救災人員送來便當和飲品 慰勞葵地 貼心的舉動令消防人員覺得十分嫩心 有位民眾也送來了200杯飲品 葵華泰到新吻喉 覺得景宵和宜宵都很辛苦,尤其現在天時熱 葵希望簡單的飲品可以給救災人員喝到透心涼 屏東大火持續燃燒 一度傳出是高爾夫球金屬物質加水,造成火勢擴大 不過專家分析,此事件主因是粉塵加上閃然導致火勢一發不可收拾 如同八仙塵爆事件一般,而非外界所說的消防員蛇水引發的悲劇 三立新聞網報導,過去曾教導景專消防科火災學的補教液化學科老師耿立受訪時表示 製作高爾夫球與球肝等相關用品之材料複雜 其中高爾夫球肝內使用的金屬、塑膠材料及製作白球所用大量的合成橡膠原料大多屬可言物質 這些材料若為粉藏物,一旦遇到火源即有機會造成粉塵爆炸災害 針對外界將此事歸因於水,耿立認為不完全如此,灑水是絕對有必要的 物體若被水覆蓋就不會與空氣接觸,就可達到降溫效果,令物品達不到燃點 他說明,此次造成傷亡的另一個原因是有消防殺手之稱的閃然現象發生 當室內溫度持續燃燒超過600度時 天花板上方聚集的可言性氣體開始水平擴散 當天花板溫度夠高,就會開始燃燒 這種現象叫做滾燃,若無適當降溫或處理,就會往閃然步驟前進 此時煙層會開始往下擴散,遮蔽時線,最後瞬間引燃室內所有物品 此刻,消防人員裝備再精良,訓練再專業都難以逃生 耿立指出,面對如此劇烈的火勢,勢必要是出邊灑水,達到降溫,阻隔氧氣候,再進入裡面探究狀況 除了粉塵及閃然外,工廠端和消防端溝通常 是否有不夠完善或出入之處,可能都是可關注的重點 行政院長陳建仁稍早有說明,消防人員進入現場的第一時間點 並沒有噴水就發生爆炸,爆炸原因仍待進一步了解 中央社報導,蔡英文今天上午是總統府接見 第六十一屆十大結出青年 當選人企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陪同人員致辭時表示 事發後第一個時間指示相關單位全力投入救災 屏東縣政府也成立災害應變指揮中心,啟動大量傷患救治機制 在行政院長陳建仁指揮之下,內政部將林友昌 衛福部次將王必勝以於昨晚南下提供協助 蔡英文表示,目前救援行動仍在進行中 她向殉職人員及家屬表達哀悼之意 也請相關單位及家屬最及時的協助 並說將儘速召開災害事故調查會,釐清還原事故真相 她請第一線人員是全力救災的同時,注意自身的安全 接見結束之後,她立即南下關心救援進度與探視慰問 她是接見會中感謝所有救災人員 以及照顧傷患的醫護人員,是各自的崗位上提供最大的協助與支持 《鬼continuit》 本來也兩位 蓮救援 《鬼診施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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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